是 霍晓晴 你怎么 我不是说了吗 在厂里不用老缠着我 我有话跟你说 有话回家说 没看到我在吃饭呢嘛 晓晴 你来一下 你这是要唱哪一出 唱你是我老公这出啊 我说老秦 这事不能急 你不急我还急呢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弄得我一桌子又 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他们自己穿的 再说了 汐也是你耀眼的 你还能怪得了别人 这叫我自作自受 晓晴 我 副厂长 我们也刚坐下 要不一块吃点 好啊 来你们两口坐这 坐呀 老秦 我听说你们给我们家老秦 送了很多礼物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今天晚上我就试试 老秦 你别太难过了 我会一直配合你的 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不要着急慢慢来 就是来日方长嘛 原来 你有这方面的困难 你应该跟我说的 我是太顾忌你一个感受 才不敢放开手脚 你什么意思 今天晚上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媳妇 多试一点 那才是你喜欢的 都一起工作这么久了 还不知道 两位已经结婚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们呢 都是老夫老妻了 有什么好恭喜呢 老夫老妻啊 那 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了 两年前 一年前 我们是两年前领了证 一年前办的婚礼 我们对结婚的理解不太一样 那我倒是想问 两位 什么时候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 我们 老秦 你就说说嘛 你跟大家说说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副长长 你跟我们说说吧 多说点 多说点细节 对啊 多说点 我们也听听 我 当时把她救了 她在一个高楼顶层的平台边 小青 你什么情况啊 我 我 这事呢要从 五年前开始说起 五年前我还是一个消防员 小青因为跟家里人吵架 一时冲动 当她快要跳下去的那一刹那 我一下就把她给抓住了 在我救她的那个时候 她觉得 我像天神下凡一般 顿时就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后来 我们在高楼 一文定情 就那一眼 我忘不了她的样子 从那一眼开始 我就决定了 这一辈子我都要守护她 原来是英雄救美啊 五年前 那会儿 她才几岁啊 你们这样 算不算早恋 不算 我是等她成年以后 我们才恋爱 结婚的 我们应该算 彼此的初恋 天哪 要不要这么幸福啊 初恋谈着谈着就结婚了 陈老海 你到底要演 我 我跟厂长还有话要聊 你们先吃 谁跟你要聊 你们先吃 吃饭吧 都要凉了 走吧 走吧